他是不把我们当人看 蛤 其实当下我就很傻眼 我想说刚刚两秒 我是来得及看什么 整个人就很不舒服 我想说难道名牌店 都是这样子报价的吗 还是难道名牌店 我们都应该自己算清楚价格 我们不应该问贵姐 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影响了 我跟崩带的妹妹 崩妹一整天的心情 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得到这样子的待遇 所以我就想要讲出来 我希望那些有在做Sales的人 将心比心一点 要从哪里开始讲解 Premial Outlet嘛 阿不就是一堆名牌 我对名牌并没有太大的执着 我觉得适合我的 我一见钟情的 这样不管它是不是名牌 我都会买 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能力买名牌的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进名牌店逛 今天崩妹呢 她就说她想去coach看一下宝宝 她想要买 ok了我就陪她去看 然后进去之前呢 我就想说 哇第一次她进名牌店 你们也知道我很怕看贵姐的脸色 我是自卑到就会觉得 哎呀贵姐一定看得出我是买不起的人啦 所以没有关系 我去被看不起是正常的 但是既然这次是崩妹要买 她是买得起的 所以说好 我这次就跟一个买得起的人 一起去看coach 然后顺便见识一下coach长什么样 然后进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的想法就有改变了 因为我就觉得 诶 名牌店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恐怖 那个氛围是ok的 也有几个包包 我觉得诶 蛮漂亮的 看了价格 是有被吓到 但是发现 因为还有折扣嘛 折扣之后的价格 是现在的我买得起的 所以我就开始打开了一点点自己的心扉 没有把名牌看到这样恐怖 这时候我就想说 要不要买一个 人生第一个名牌包呢 也许很多人觉得coach不算是名牌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懂名牌 结果这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包包 我很喜欢 我一拿起来那个价格 然后我就放回去 我就继续陪宝妹看包包 然后宝妹就看到了一个包包她很喜欢 可是我们又不懂扣之后是多少 我有点不记得她是要讲扣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柜姐来问折扣后的价格 我现在就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 ok 宝妹有点怕生 所以第一次是我去帮她问的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这个折扣之后会是多少钱啊 这是我的态度 我不知道名牌店的规则 我感觉他们很多钱规则 如果做出这件事情就是不礼貌了什么的 所以我一直很惶恐 我很有礼貌 我非常有礼貌 我不可能不礼貌 ok 哦这个啊 它就秀给我看它的计算机 5秒 然后头也不回的转身就走 它跟我完全没有眼神交流 然后也没有要确定一下我还有没有第二个问题 那时候我看到他这样子我就想说啊他可能要忙着去serve他原本的顾客 可能那个顾客有叫他去找东西我想说好吧你忙没关系 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我会觉得哦你连把那个价格念出来都不行吗 有很难嘛 而且现在不是要social distancing 你把那个计算机这样拿着 然后我又要抽很钱去看 然后还有时间限制哦 好5秒后就收掉了 然后他也没有确定我又没有看清楚 他又不要念出来 一样是华人嘛 之后呢本妹就看上了第二个包包 然后这个我们也想要知道折扣后的价钱 然后这次呢我就鼓励本妹自己去问 ok我就推着他走向归结 去试看鼓起勇气 大人了要学会自己去问价格 ok好死不死又是同一个归结 刚好得空 这次我很他妈确定他是得空的 本妹就战战兢兢的拿着他第二个看上的包包 呃请问这个是多少钱 他明显很羞涩 我们两个其实真的是很明显 一看就是第一次进名牌店的人 这次那个归结 蛤其实当下我就很傻眼我想说 刚刚两秒我是来得及看什么 不要讲本妹我站在他后面我也跟着一起这样看 我们都还在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就收走了转身了 眼睛根本没有跟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对视 又转身就走 又没有念价格 我只来得及看到一个四字头 我那一瞬间整个人就很不舒服 我想说难道名牌店都是这样子报价的吗 还是难道名牌店我们都应该自己算清楚价格 我们不应该问贵姐 我们不是进来花几百块几千块了吗 为什么suff我们的人是这样的 我们吃5块钱的妈妈 那个kakak都不至于这样子对我们 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很不舒服 我现在这个气氛 我突然间很想哭 我已经想说我知道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我进一个名牌店 我一定会忍不住的卑微 但是我要小心 我要提出自信 我不想让别人看得出我没有气势啊那种 所以我努力的保持着我的礼貌 真的是询问了商品的东西 没有我得到这种待遇 当下我跟崩妹整个人都超不好了 讲不出话就这种心情就是 诶是我们有错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那种底气 你知道吗就是 然后这时候我就马上拿出手机 问我姐姐 我姐姐是尽管名牌店的人 他们的气惨是很厉害的 ok 我就问我姐姐姐这样 姐姐这样也是正常的嘛 我是不是刷骨哦 然后我姐姐会给她啦 受害啊 然后我才知道 果然是不对的呢 其实我们的我其实差一点哭出来 我也有一点想哭就是 在上场哭出来好像又不吃 对又很不对劲 我又不是小孩子拿不到糖吃 但是那时候更加的让我觉得 哎也是呢 我的收入确实是还不配 买名牌包啦 被他看出来了嘛 所以他这样对我嘛 好像在跟我讲着 好啦别忘想你买名牌包啦 去买你的淘宝啦 的感觉 我那个自卑心又作祟了 我就很委屈很委屈 这时候我崩带在陪他爸妈 去买他们的东西 然后我就 信息跟崩带讲完了 我们所有的遭遇 崩带就很生气 然后 崩带就很气势汹汹的 冲进了coach 我拉不住他 他就叫我讲 那个归结是哪一个 我们就指给他看 我们两个真的是很像 被欺负的两个小妹妹 死胖虎鸭 我们都拉得猛咖 你是对狗狗啦 我是对爸爸 对爸爸 对爸爸像 你知道那时候 就崩带的爸爸跟崩带 两个人看了我们的样子 都很不忍很心痛 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 就气势汹汹的走进去 然后崩带就问我 你喜欢的贝是哪个 崩带的爸爸就问崩妹 你喜欢的贝是哪两个 然后我们就 这个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真的觉得 我没有要买了的 我必要了的 我们走啦 我们走啦 酸了啦的感觉 但是已经拦不住这两个男人了 他拿了这个包之后 他就问了附近的另外一个 规格 我要薯费用大 launched 请问这个责扣货的价格是多少 那个规格的分析力 是这样的 呃这个啊 然后扣35% 再扣15% 再扣25% 总共是 他是这样子 开玩 werde 讲了价格 看这崩带的眼睛 等他下一个问题了 看到这个服务我就想 哎 对啊 这是正常啊 就算是名牌店 也会这样子的啊 然后我就用更伪学眼神 看这崩带我想说 所以我们刚刚确实就是被差别待遇了 其他人不会是这样子 然后绷带就冲上前去找那个龟姐 他就再一次问了一样的问题 这次我不用演了 因为这次那个龟姐用了跟那个龟哥 一样的程序 一样的态度 他嘴巴打开了 他会报价 他会看着绷带的眼神 再看向我 然后绷带就再问了第二个问题 这个包包有没有活 然后这个皮 你可以不会讲一下它是怎样的 就故意想要掏出它更多的态度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差 结果没有 这个龟姐全程都用回他专业的态度 再跟绷带讲解 而且讲的时候 他他妈的眼神终于对着我了 看着我讲完了 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讲要的话 绷带就会买给我 他那一刻我看得出 他把我当成顾客在对待 然后有很明显的差别就是 当我跟绷妹问他的那两次 他是不把我们当人看的 非常的强烈 应该这样的呗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不要买哦 绷妹是要买的哦 然后我的话 如果你态度对我好一点的话 我会买的哦 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两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情绪这样不稳定 而且我把他看到我很脸的时候就这样 没有买东西面的我就 他也要哭出来了真的 我不懂欸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的气场问题 看起来太没有自信 但是我也不觉得我应该这样被对待 我希望看到这个影片呢 做sales的人你们可以明白 不管那个人买不买得起 他鼓起勇气踏进那间店 他抓着那个产品跟你问价钱 问任何详情 你随便一个眼神跟举动都可以影响他之后对你们那个产品 跟自己的想法的自信 而且你有可能会毁摇他一阵 有点要shopping的心情 是 他会不敢进任何店 我也蛮吓到为什么我会对这件事情这样耿耿于怀 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有想哭感觉 那个感觉很不好 会弄到你整个人都很不好 然后很恶心 回去买那个board 我又把那两个包包拿在手上的时候 他眼睛都发亮了 那瞬间就觉得很恶心 就是 很反胃 其实当他在跟邦戴讲解 然后用很热情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 我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这次我不是害怕了 我是觉得很想吐 你这么可以人前人后两个样 明明一样还是我 但是因为有邦戴在旁边了 我就好像变另外一种城市的人了 明明我一直都是我 我钱包跟存款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从一开始到最后 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我都很喜欢那个包包 这样为什么第二次你就觉得我有资格买 你就愿意跟我开口讲他的价格 而且最后 在邦戴买了那个包给我 邦戴的爸爸 买了那个包 给邦妹的时候 我们离开的时候 他走出来跟我们讲拜拜 邦妹亲眼看到他从很远的地方 走过来 明明第一次我们问价格的时候 他讲完了之后偷也不回 我觉得我太冷了 我不是要哭 我不是哭到发抖 我是冷到发抖 这个冷气很冷 以上 就是纯粹我在分享 我第一次买名牌包 受到的待遇跟我的想法跟感受 很糟糕 很难过 很委屈 我不是不能理解这种归结 遇多了那个人 工作做到很淹湿 遇到一堆那种 问了一堆价钱 问了一堆东西 最后又不买 浪费他时间 浪费他口水 可能那天他喉咙很痛 可能那天他发高烧 可能那天他家里有事 可能那天他男朋友跟他提分手 所以他心情非常的不好 然后看到我们这种 一看就知道买不起的小妹妹 心情就更不好 所以这样也对我们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有这种人的存在 我不认同这种人 但是他也许控制不到自己吗 精神病患者又怎样控制到自己 不发神经 把他当成这样的人就可以了 但是我只想说 换作是我 我不会这样子对待我的顾客 我在日本餐厅捧过菜 我被Uncle骂过 菜出这样慢 最后要cancel 给我脸色看 可是其实又 做菜慢的又不是我 我捧菜吧 但是当我serve下一个客人的时候 我还是会笑着 讲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他们几奥肩都好 我都还是会笑 更何况我他妈的 今天我们两个根本不是RK 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们 我不明白 也不理解 你让面咯 可以讲 你让人可能就讲都是这样咯 唉 讲完了 可能心情好多了 谢谢刘巴亚 谢谢邦嘎 好霸道哦 我好喜欢 我应该 这个被我会用神连 唉 就是这样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 你们可能遭遇过的 好人厌的贵姐 或者是 超级差的服务态度 你有什么话要跟那个贵姐讲呢 请你加油 人生不容易 请你加油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我相信睡觉我们就没事了 我们集幸福 有夹人虫 云顶好冷哦 大家 上来要穿jacket了 好啦 下个影片见 夹人